字幕志愿者 王嘉玲 嘉玲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總經理吳綠謙 嘉玲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難得邀請到母子 一起來同台 而且兩個人穿得非常時尚 等一下我們來聊聊 其實他們這兩年 做了很多不一樣的一些創局 首先我們想問一下董事長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財政部的統計資料 有發現說 全台有登記的旅門窗的業者 其實就有1400多家了 這個看起來 市場上算是飽和的嗎 應該比你目前統計的還要多 以我了解 當時我們現在 早期經營的是 都是門窗廠還是經銷商 現在的經營模式 就有一點顛覆 可能就是要讓我兒子 好好去發揮一下 現在會不會覺得整個市場 好像比較少的餐廳 以前那麼好做 因為現在的網路 就是那種媒體介紹得很廣泛 所以說大家接觸一些新產品的 那種效率會越來越快 所以說你在各個報章 雜誌還是平面媒體上面 都會接觸到一些比較新穎的產品 所以你得要做品牌禮 對 像如果說已早年的話 你23歲就嫁進無家了 對 那個時候跟上一輩先生在做的時候 你們主要的客戶會是哪些 門窗廠跟經銷商 當時是比較保守的經營模式 但我們說到其實這個行業 其實大部分是跟房市有息息相關 我們大概有9成以上 9成9以上的這個事業體 都跟房市是有息息相關連 但是過去這一年來我們看到 整個房市是區域比較平淡的 尤其六都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7月年增是有7.5% 但是是5個月來第一次轉正 可是如果說我們看今年前7個月的話 買賣移轉動數在六都年減15.4% 這個是5年新低了 那在我們旅門窗業的時候 有沒有感受到這一股寒風 是 我曾經看過一個新聞 有一個年輕人他為了買iPhone 他裡面去賣桿 那這個新聞讓我有一個啟發 你東西產品要夠好 你就沒有所謂的不景氣 所以我認為 我們要有辦法去跳脫景氣的循環 的前提在於說你公司的價值 創新力道夠不夠 如果夠 其實有很大的空間發揮 那會跟著景氣循環 因為我們做得跟大家 都屬於同質性的東西 所以跟著景氣循環 如果我們能夠 不斷地創造新的價值 我想這樣的一個市場份額 會持續擴大 但是在做這件事情改變的時候 容易嗎 這個其實 價值創新一直是我們 過去在經營的時候一直 堅持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去年到今年 反而公司的同仁的 大概成長得快一倍 成長快一倍 對 其實像媽媽應該最有感覺 董事長 從你剛進來這個圈子 二 三歲那個時候 公司應該是滿小規模的 到兒子接手 一直到現在 大概員工整體的規模人數 差到多少 應該有十幾倍以上 十幾倍以上 但其實我們傳產 我們傳了三代 也有很多的老程是一路跟著我們 跟我們一起來奮鬥 大概有多少人 老程現在目前為止的 應該還有將近十個 將近十個 都超過25年的年齡 所以今天我們想問一下 像早年小時候 你應該就是一路就是在 這個行業長大的孩子了 小時候您看父母親 或是說看阿公 他們奮鬥的時候 你對這個產業的印象是什麼 有一次我爺爺跑去我的房間 看到我的臭屁把手壞掉了 我爺爺有一次 他突然拿了一個把手給我說 阿欽 你贏 把手去玩玩的 我說國小三年級而已 我嚇一跳 我說這個門把手 對我一個國小三年級來講 要更換 有一點壓力 老師沒教 老師沒教 對 所以 我們家從爺爺到 我這邊已經三代了 其實這種工匠精神 這種文化 其實包括我爸爸也經常跟我講 十字毫米 差值千里 因為他在設計研發 你這個一點點的落差失誤 就會導致整個產品 可能就不夠地完善 所以在很多的生活面 還有他們給我的一些思想語言 都在體現我們三代的 一個將人精神 你小時候看到媽媽他們工作這麼地忙 媽媽自己都說 完全沒有時間陪你們三個孩子 那個時候忙碌的程度有到什麼樣子 經常我早上 國小的時候騎腳踏車 牽了腳踏車要離開家裡的時候 父母他們都還在工作 就是幾乎是一整晚都沒有休息 徹夜未免 有很多時間是沒有辦法睡覺的 就是你工作很多 你就是當時我常說的 沒有很多的資金去雇用很多人 你就是要把時間都用自己做 用時間換取你們的營收 但是早年那個利潤也很低 對不對 對 所以說就覺得很忙很忙 忙到連睡覺都沒時間 那那個時候日千你看到 媽媽他們忙成這個樣子 你有曾經設想過 有一天你會接手家業嗎 這也是為什麼我急著要接班的原因 因為我看到父母每天忙裡忙外的 特別是父親經常是晚上的時候 都還在外面可能跟朋友客戶 在探討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然後白天可能也看不到父親 因為他可能還前一晚太晚休息 他還在休息 所以幾乎我父親也經常在問我說 兒子你現在幾歲了 幾年級了 我們其實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那母親她經常就是忘記 要去接我們下課 媽媽應該更多的是心疼吧 因為每次跟客人講電話 講到最後這小朋友下課都忘記了 電話一接都是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就是跟客人在聊著 不知不覺就忘記了 麗先生是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 自己會想要回來幫忙 我在準備上高中前 我母親送我到澳洲留學 那之前在台灣所有的食衣住行 包括所有的費用的支付 都是爸爸媽媽幫你考慮周全 那我去澳洲留學了兩三個月時間 我意識到我去繳個學費都要自己去銀行繳 或是去學校去辦理一些手續 那我想過去都誰在幫我做 那我就突然感覺到父母真的替我們做好多事情 那我想如果我有能力 有照一日我趕緊把我的能力培養起來去當他們的保護傘 聽說他決定要接班的那一天來得非常突然 媽媽 就有一天早上他突然跟我說 媽媽我要當總經理 我說 當總經理 那總經理要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他說他知道 我說 我也不多問什麼 我想說既然兒子長大了 他想要去扛 那就讓你看吧 先做了再說 我先喘一口氣再說 那個時候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在早餐的時候跟媽媽提出這樣的要求 應該說一直在做準備 我其實也在23歲的時候 我去拜訪很多同業 去跟同業交流 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是快速去認知到 我跟其他同業 到底還缺乏了哪些競爭力 其實我一直在準備 但不可能永遠有準備好的時候 所以讓我覺得我 已經掌握到一個大方向 我就希望是由我來當駕駛 而不是副駕駛 因為當副駕駛心態 永遠會有感覺 有人靠 有人撐 感覺背後有人當靠山 你比較不會這麼害怕 但是你想要當領導 直接面對 那個時候您回來接 其實每一代 人家講說第二代 第三代 每一代回來 他就帶著新的思維 還有新的你學習的能量 回到家業 你當時候看到家業 爸爸媽媽的經營下 你看到最大問題在哪裡 我們父母他們就是過去夫妻店 他們也是靠自己的勤奮努力 然後把這個事業做起來 認為他們其實是強人 強人 對 但是好像這公司離開他們 好像就沒辦法運作了 所以我發現我們公司 並沒有真正的一個團隊 靠組織去發展 我覺得組織發展 對一個企業來講很重要 那個時候您是直接跟媽媽 提出這個問題嗎 應該說我的接班的方式 比較不一樣 我有四個字叫成先期 我接班的方式 是先用父母他們在運作的方式 所以我把我自己變成強人 對 然後讓他們認為 我有能力去升任這些事情 那麼再來我再發展我的階段 就是發展組織 對 所以我不是一開始 就去跟我父母說教 而是我試著去模仿 學習他們的思維 跟他們的 跟所有供應商客戶的主持方式 這一套方法很值得很多 二代企業家來做學習 因為每一個去接班的時候 大家都會碰到這樣的難題 其實我知道綠千跟媽媽 從小感情就非常好 聽說你們連現在在逛街 都還會手牽手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如果說在經營企業上面 碰到意見相左的時候 兩位該怎麼樣來磨合呢 基本上我是也是比較能夠接受新樣式的人 因為產品我常常 我知道說 如果人家常說不進則退 因為當時我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 產品沒有一直在做更新 已經面臨到快要變成一種代工的一個 對 人為代工的這一種 的一個階段 狀態 所以說我也 其實自己也滿緊張 所以說我兒子來提出一些說 研發的概念 我是 其實我是滿支持他的 反而一些老陳 會替我擔心 他們覺得年輕人應該 還沒有這個能力去接受 這樣子一個製造業的一下子就去 有辦法去改變什麼 那你們怎麼去說服這一些老陳 我兒子他是用 行動 還有用作為 去做給他們看 其實這個產業在早年 如果說以爸爸或是爺爺那一代 大部分都是用歐塞亞的方式 進度到這個產業 但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你有感受到兩者的落差嗎 該怎麼樣讓他們融合 其實我花很多心思 跟我原先這些資深的師傅 打成一片 我會利用時間跟他們一樣 下班後找到公司 工廠附近的甘米店 跟他們蹲在那邊喝甘米 甘米店 甘米店吃飯 這不是我的習慣 但是我就是要跟他們打成一片 了解他們的語言 了解他們做事的一個邏輯 所以我甚至還會私下跟我的師傅講 可以 我付學費給你 你給我課後輔導 你給我教 下班之後 你可不可以多一點時間來教我 所以我是利用他們已經下班的時間 手把手的 我用很謙卑的態度來請教他們 當我有一定的基礎的時候 我就能夠去看懂 我們產品的一些細節 再向外去跟很多的同業 去交流經營跟技術面 管理面的一個思想交流 毛毛你看到綠千他花這麼多心思 在做這些事情 你會不會覺得其實滿感動的 當時我說真的老師說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當時我還是還在忙我的工作 我也是很忙 他自己默默地去 想要去改變一些作為 是他內心裡面去 去從周遭去改變 他當時還沒有第一時間跟我講說 他要做什麼 他都先做了 再來跟我說 包括他要當總經理 他也是先準備好了 先去打交道 再來跟我說他已經準備好了 我都不知道 可是其實 在我的感覺裡面 兒子是我生的 我一定要支持他 只有兒子能夠 他有所作為 我才會 我才能夠放鬆 對不對 這是很基本的道理 綠千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在去年 其實我們公司做了一個創局 我們把這個品牌 開進到百貨公司裡頭了 去設櫃 誰會想到台灣的旅門窗 有一天會到百貨公司裡面 去設了一個非常時尚的櫃 是 我一開始推廣的方式 公司沒有任何的業務員 就是我 像一個傳教師一樣 見到人 不管他是男女老幼 因為聽我分享的 我就分享 誇張到連過來我們公司 賣菜的阿伯也被我抓進去 強迫聽你行銷 這個展廳裡面 我分享我的產品給他聽 透過不斷不斷的一個 產品的演練 我掌握到產品 在解說的一個流程 我想我們工廠公司在 彰化的信息很偏僻 我有認識很多餐飲業的朋友 他們在通路上 非常有經驗 我看他們開在百貨公司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生活化的平台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 很好的介紹流程 我想透過這樣生活化的平台 我能夠更快速 更輕易地 去接觸到廣大的消費者 所以說 我就跟我朋友請教 如何把我這個專櫃 設到百貨公司去 一開始百貨公司也覺得很意外 他問我 你要做什麼 我說我要把旅門窗 放到百貨公司來 他說應該沒有人這樣做 我說我可以是第一位嗎 因為當時去年在疫情 最高峰的時候 我做了這樣的決策 當時剛好疫情 很多餐飲都經營不下去 對 大家都撤櫃 大家忙著撤櫃 你一個女門窗業者要去設櫃 是 所以剛好我有這個想法 也有這樣的契機 我們就打造這樣 全台第一間 門窗的一個精品床櫃 他有這樣想法的時候 董事長你支持他嗎 還是你有稍微覺得 好像怪怪 當然會覺得 你這樣子划算嗎 在床櫃裡面 在百貨公司裡面設櫃 正常來講 一個月動輒也要 幾十萬的一個門店面費 我說他是他怎麼跟人家談的 他跟我講的時候 算一算應該還可以 可以承受一下 這個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百貨門市店有空著很多 所以他們的經營者 也會覺得說空著也是空著 談話空間比較大 對 也是一個 人家說天使地利人和 對 其實綠千我想你 進來到公司之後 你很急著想要做一件事情 是品牌力 這跟你進來的時間點 有一點相關聯 因為其實早年 台灣的女門窗業者 滿多是銷價競爭的 但是在那個時候 這是一件很辛苦 你會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你什麼時候要意識到 你要做品牌這個事 我是讀企業管理的 其實 比品牌力 我還更注重的是產品力 我是先建構產品力 再來建構品牌力 沒有產品力 永遠不會有品牌力 所以即使我在經營也是 循序漸進 先跟我的前一代人 達成很好的共識 我擁有資源之後 我進行組織的改革 我再進行產品的一個 重新的一個升級 我們的產品的一個性能跟功能 再來才是品牌力 所以品牌力是我這兩三年 一直在學習以及琢磨的 像很多早年 媽媽那個時候的同才同行 應該都已經看不到你車尾燈 也看不太懂您在做的事情 你實際到百貨去社會之後 帶來的成效是什麼 你最大的感受 我們有很多的業主 潛在客戶 他覺得很新奇 而且他也更了解說 原來窗戶一個 每天都會接觸到的東西 其實他原來有這麼多的細節 那我們也透過這樣的一個互動 那我們更了解 知道市場的一個需求是什麼 我們在財中的七期的專櫃裡面 設了一年 我們目前大概有將近 3000位的會員 所以一天平均大概有 七 八位以上的民眾 來加入我們的會員 你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很多人是看了之後 實際來了解 來貴相了解才知道說 原來窗戶不只是窗戶 你能不能舉一個 是因為我們一般民眾 就是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特別的一個觀念 因為我們看窗戶就是窗戶 是 OK 我們在把握公司裡面 我們設有隔音體驗 跟風雨實驗室 過往大家會認為 窗戶應該要有很多膠條跟配件 對 可是在我在研發的初衷 我認為這些膠條配件 會造成地球環境的負擔 所以大家都認為 窗戶應該用我們的窗溝 去做一個緊迫的動作 就覺得說把它緊迫起來 這樣窗戶會更密實 其實真正的內行的看門道 應該說我們在結構 我們就把它做到密合了 而不是透過外力 去把它強行緊迫 這是我當時我在研發的時候 給自己一個比較高的研發標準 希望透過結構的設計改良 就能達到氣密跟水密的一個功能 你那時候在研發這個全新的氣密床 碰到最大挑戰是什麼 在研發階段 其實我認為做什麼事情 都會有挑戰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信念 從前到後研發歷經了五年 那我就是一心一意 我有句話叫做I just make it happen 我就讓它發聲 那不到那個畫面 我是氣而不捨的 所以我想推廣我的研發出來的 這樣的成就 我想把這樣的東西放到 保護公司去 這是一種念想 那這樣的念想 那有一天I just make it happen 你就是要它發聲 要它出現這樣 你在研發的時候 其實你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也跟全球暖化有很大的關係 現在我們都知道 全球這個極端氣候是非常嚴峻的 尤其在我們看到非台灣的國家 很多地方是帶來很多載海的 你覺得未來這個趨勢會怎麼樣走 因為如果說單單所在我們台灣的話 市場就這麼大 但是全球有很多地方需要這樣的產品 是 其實目前我們主要還是服務台灣的市場 但開始有一些零星的國外的需求 比方說菲律賓的馬尼拉 那邊也經常會有颱風撕裂 那邊也有很高級的這種設計公司 找到我們談合作 希望把這樣的一個整個 保護公司專櫃的一個模式 移植到馬尼拉那邊 那最近也有日本的商社 也在跟我們洽談 他們在興建高級的一個飯店 在海邊的高級飯店 希望用到我們這樣高性能的產品 您怎麼看這個全球極端氣候 對整個產業大家走向的一個變化 是 極端氣候 其實我們近幾年也很重視 環境保護的議題 所以我們公司算是旅船公司 當我們特聘了一位 從英國讀綠建築的這種專業人士 In-house在我們公司成立前瞻計畫部門 那專門針對ESG環境保護的議題 來帶領我們的同仁 來學習重視這樣的議題 在做ESG這一條路上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高科技產業 他們很早就在做了 沒有辦法 明年這個探權 這個探稅就是要課下來 但我們在做ESG上面 其實你們也很有想法 而且你找了所有的傳產業者 大家一起來努力 是 我們在去年全額贊助了一個平台 那我們廣邀有在環保ESG時間的企業家 還有一些專家學者 共同在這個平台的分享他們的理念 那其實這些被邀請上來分享的這些企業家 或是專家 他們都不知道背後是誰在支持 等到我們經過藝人之後 我們相見歡 大家很好奇說 為什麼我會想要來支持這樣一個行動 我想透過這樣的平台 來串聯對的連結 因為大家在這樣的平台聚在一起 我們能夠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那大家可以來集資廣益 來互相學習 怎麼樣把彼此 已經有可以實踐的一些 對環保ESG 可行的一些方案 大家拿出來分享 觀眾朋友不曉得有沒有發現到 今天董事長跟總經理兩位來 穿得非常非常的時尚 兩位不是什麼時尚達人 但是他們把鋁門窗的特色 穿在身上了 它上面那個Logo 還有這一些小小的細節 其實跟鋁門窗有很大關係 是 這個可能要我兒子來直接介紹 因為 因為是陳建良老師 他給我們這些想法 讓我們去做一些變化 這個可能要我兒子來知道 窗戶其實從外面看 都看到可能材料跟玻璃 其實專業人 他是看剖面 剖面 對 所以看到我們桌上 有這些斷面剖面 就是我們窗戶的門道 因為我們對於這些結構 每一支材料 可能都會用半年 一年的時間 去研究它的一個結構性 能夠導致後面的性能功能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斷面 把它變成是服裝的紋路 感覺穿在身上也沒有違和感 就有這種特別的圖騰 有個性 有這種 據說我們上田旅業 我們甚至還辦了時裝秀 我們在7月1號的建材展 辦了一場時裝秀 總共有600位設計師在場 拚了15位的模特兒 30套的衣服 那歷時大概20分鐘 那我們其實前後準備了一個半月 手工把這些衣服打造出來 那麼我們也有幸被文化部邀請到 10月13號的台北時裝週展示45套 我們風光開發的布料 做成的衣服 有這種休閒風的 有這種連身洋裙的浪漫風格 有男的 有女的 對 有服裝 這一開始 跨界時尚這件事情 到底是誰的想法 是媽媽 媽媽感覺 就是女孩子時尚 都是因為 都是拜師我們 陳建良老師給我們的一些想法 你那時候第一次聽到 我們做女門窗的 我們要來做跨界時尚 您的想法是什麼 有一點衝突 說真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傳統的製造業者 你要連結這個時尚 其實要真的很 也要有貴人 說真的 你沒有 因為很多產品 如果沒有一些跨界的人 來提供給你一些新的想法 你永遠都走不出你這個框架 剛好我兒子也有這些理念 他也是一直在創新突破的人 剛好陳建良老師 他這邊也有一些很特別的想法 他們兩個就一拍集合 我真的是 阻止不了他們 阻止不了 那個時候您想做 肯定不會是想要在時尚界 闖出一片天吧 你想做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麼 還有你的目標是什麼 其實我們就希望 讓我們的整體的一種形象 能夠讓民眾或消費者 更親近 親近我們 而不是把我們變成是 他就是很 離一般的民眾消費者 很遙遠的事情 那時尚 精品 我想大家都愛他 對 我想我是在門窗結構 是非常執著的 陳建良老師在美學 也是非常講究跟執著 兩個執著的人碰在一起 居然沒有打架 而是創造另外一件 更執著的事情出來 其實早年大部分在選擇 我要用什麼旅門窗 然後用哪一個品牌 大部分是建商或是營造商 自己來挑 設計師自己來挑 但現在呢 如果你把它加上了品牌力 產品力這件事情 變成是民眾 我要指定哪個品牌的產品 這個有很大天翻地覆的改變 是 沒錯 因為過去我們都透過 經銷商或一些 建設公司或營造公司 來幫我們推廣 真正碰產品跟結構 最久的是我們自己本身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把產品的細節 性能跟功能去呈現出來 我想應該是只有我們最清楚 怎麼樣把我們的花心式的地方 透過什麼樣的方式把它體現 所以我一直在學習這件事情 把我們每天在研究很艱深的東西 透過很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會想要了解的方式去呈現 彈化上田在這個地方 在陪伴我們台灣人 其實已經有將近一百年的時間了 那媽媽其實早年您跟父親在打拼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最有名闖出名氣的 就是機密窗 那個時候是誰說要做這樣的產品的 是爸爸 爸爸他因為他的一個同學 因為蓋一個新的房子 然後就一陣颱風來了之後 就整個裡面都是水 他房子裡面他的裝潢三五百萬就報廢了 結果他也不太敢接電話 他說同學我要用最好的門窗 當時什麼栗霸 什麼信遠 那個什麼有品牌的窗子 他是用栗霸窗最好的窗子 還是一樣 因為其實當時他講究的是厚度而已 而不是他的結構 所以說當時的人他不是這樣 他是鋁料越厚就是越好 像綠千來講的話 你也是耳濡目燃在這個行業 其實我們很好奇 就是就您來看 你覺得好的氣密窗 它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是 其實我接班之後 我把國內外所有的窗戶 都買回來研究 那當我知道差異性的時候 那我要創造 其實還是需要一些學術的基礎 所以當時我們就全額資助了一位 我們的研發部的同事 去攻讀成功大學的風雨實驗研究所 那我們才知道原來水會進來是風壓帶的 所以我們要解決的是風風壓的問題 而不是解決水的問題 不過要說我們公司其實傳承三代 碰到很大的一個事件很大一個挑戰 應該就是跟日本YKK的這個官司 是 這個時候是 你已經接班了嗎 主要就是因為我研發出高水密窗 那外牌他認為我們可能不具備 這樣的一個能力跟條件 所以認為我們廣告不實 那其實事實生於雄變 我們把檢測報告拿出來 他也把檢測報告拿出來 他也把檢測報告拿出來 一看還同一間單位檢測 那檢察官就認為我們訴求的一個水密性能 是沒有違誤的 所以我去法庭大概不到五分鐘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只要我們做對的事情 其實不管有任何的阻礙 其實我想不用畏懼 媽媽綠簽回來接班十年的時間 當然她更早期就已經陪伴公司 一路這樣子成長 一路這樣子幫忙 你看到她這十年的成績 你有什麼話想對她說 我真的是蠻感動的 為什麼呢 因為她現在或許可以理解 當時媽媽為什麼沒有時間去陪伴她 就像她現在沒時間陪我一樣 我想綠簽應該在這條路上 她自己的一個藍圖上面 現在應該還在賽道上而已 她還沒有達到她最主要的目標 未來五年你打算 帶你上田到什麼樣的地步 是 其實我們公司做了很多的 跳脫的一個經營思路 不只是在把公司設計 這種新的全新的一個商業模式 我們公司也在打造我們公司內部的IT團隊 我希望我們透過資訊管理的能力 能夠讓我們跨部門能夠協調得更及時 跨部門的溝通沒有阻礙 雖然我們是船產做這種硬邦邦的這種旅門窗 但是我們已經開始在佈局軟實力 軟體的一個這種競爭力 好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兩位來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我們也看到未來上田應該有很多 會讓大家更加耳目一新的表現 祝福兩位 謝謝佳麟 謝謝觀眾 謝謝 好 絕效者我們下回見 謝謝 謝謝